哇 能做公益啊 我觉得到了 我带走他用手也可以 在志工的陪伴之下 大家在公园里进行环境清洁 其实这些小朋友都是来自于弱势家庭 平常在社福单位的协助之下 接受各界的爱心关怀 为了让孩子懂得回馈 台中市的富有关怀成长协会 就带大家到公园里捡食垃圾 清理环境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 他在平常的时间都是来自于社会的资源 给他们的一些科业上的协助 相对的我们希望孩子懂得去做感恩 跟一个回馈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有做社区回馈 我们带孩子出去做社区的一个环境清洁工作 那刚刚呢我们还有做一个 守租的一个串联的部分 孩子做完之后 把家长来做这个守租串联的时候 是在链接孩子跟家长之间的一个家庭关系 除了用行动回馈地方社区 协会也特别重视孩子的品格教育 因此在中午的午餐时间 也进行像十分有意义的事 那就是由小朋友排队拿着碗筷 乘上第一碗饭菜 并且亲自替父母亲喂食 这样的气氛让许多人为之动容 甚至还有爸爸因此感动落泪 那在打菜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让孩子能了解 他的父母喜欢吃什么 然后从小就去认识他父母 了解他父母 那在接下来在做喂食的部分 我们请孩子帮家长喂食 第一盘饭菜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让孩子知道 要懂得去感恩跟反腐他的父母 协会表示 藉由温馨的气氛 让孩子不用害怕别人的眼光 能将心中的情感 用最直接的行动表达出来 这样的活动除了让亲子关系 有更亲密的连结 也将孝顺父母 以及感恩付出等人格特质 深深烙印在孩子心中 记者洪家欧 他就知道 你也想得到 予不知